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我来用蒸馏法来制作一些硝酸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趋紧蒸馏烧瓶 然后还需要一个锥形的抽气烧瓶来收集硝酸 锥形烧瓶需要有一个大小合适的细胶塞 我在细胶塞上面开了一个孔 孔的大小刚好足够让趋紧烧瓶的瓶孔能够穿过去 抽气烧瓶再透过一根细胶管把废气引导到过滤装置里面 整套设备组装完成后大致上会看起来像这样 然后我们将准备好的材料倒入蒸馏瓶中 首先是大约40毫克的硝酸钾 接着再倒入60毫升的锡硫酸 在加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蒸馏瓶里面出现了橘色的气体 但是由于我所使用的是锡硫酸 因此这个时候蒸馏出来的大部分会是水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已晚 因此我决定把味噌溏瓶的材料留到明天继续做 这时候的抽气烧瓶里面已经收集了不少的液体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是不是销酸 加入小苏打后反应非常剧烈 我将一个玻璃漏斗接在矽胶管上 并将它放在一个装了一些水的水桶里 利用这个简易的方法来过滤废气 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在昨天晚上被蒸馏了出来 现在蒸馏瓶里剩下的是浓硫酸与硝酸钾 我们可以看到收集瓶里面的硝酸 与昨天晚上所收集到的硝酸颜色明显的比较深 接下来是如何处理善后 先等蒸馏瓶冷却 不要贸然打开蒸馏瓶盖 等到蒸馏瓶完全冷却后 我们将一些清水从瓶口灌入蒸馏瓶里 清水会吸附二氧化氮 等到蒸馏瓶里的颜色渐渐变淡了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最后我们大概产出了50毫升的浓硝酸 蒸馏瓶里白色的结晶体是硫酸钾 这是一种可以溶于水的成分 因此我将蒸馏瓶泡入热水里面 等到硫酸钾完全溶解了以后 我再使用小苏打来中和这桶水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再进行 感谢观看